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7月4日 奥兰多城渴望复仇纽约红牛 周日清早,美直连迎来一场较量 奥兰多城将在主场面对纽约红牛 奥兰多城最近状态增加 斩获三连胜并收获10个入球 进攻端强势的奥兰多城金账获胜在即 奥兰多城上轮的对手是国际迈亚密 前者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 尤基斯梅拿班廷比分 随后兰尼为球队攻入了锁定胜负的一球 即此奥兰多城获得了过去六轮联赛的第五场胜利 球队的状态可见一般 奥兰多城本赛季战绩不俗 实战取得6胜3 何以负战列东岸第二 而球队本赛季唯一的失利正是败金账的对手纽约红牛所赐 5月底奥兰多城曾做客不敌纽约红牛 如今奥兰多城肯定十分渴望在主场复仇 他们也有这样的底气 在本赛季的五场主场比赛当中 奥兰多城斩获三胜二合的战绩 其中合计攻入失球只有一个失球的表现 能够与人信心 葡萄牙球星兰尼依旧是奥兰多城本赛季的最大杀器 他已经为球队贡献6个入球 在联盟神社首榜也有他的一席之地 相信兰尼能够延续好的状态来复仇纽约红牛 阵容方面 后卫鲁安迪西拿和前锋百图因商必战 而门将加利斯和中场谢西陈文迪斯为国出征并未归队 纽约红牛的状态明显不够稳定 在过去六场联赛当中 战绩为二胜一合三负 最近二场是遭遇一合一负 球队的客场表现依旧令人难堪 本赛季纽约红牛最大的特点就是主强克弱 主场五战取胜四场 收获12个联赛积分 而作客战绩为一合四负 仅仅取得一分 纽约红牛本赛季五场作客比赛合计失球位十个 换言之就是军场失二球 防线漏洞巨大导致了糟糕的作客表现 尤其是在现实伤兵较多的情形 令纽约红牛用人上有所掣肘 毕竟对中阿古特文和外迪亚拉等四人有伤在身 并且中场卡西里斯则为国出战尚未归队 有见及此 纽约红牛金杖想做客充实战胜奥兰多城的表现 可以称得上是吃人说梦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